西運會博覽會 除了精彩的賽事,西運會博覽會更加在光榮碼頭旁邊設立了一個異國的文化館,令民眾欣賞到異國的音樂表現,認識其他國家的文化特色。 《搖滾天團》五月天的歌聲,連小朋友都忍不住要站起來,然後一起來到搖擺,在光榮碼頭一年好幾日都有演唱會,舞台下面到處都有異國風情的街頭藝人,為了令民眾更加了解其他國家的文化,主辦單位就在現場設置了很多文化館, 好像有日本館、澳洲館和奧地利館等等,令民眾都豎起一隻手指弓來清讚,是主辦單位亦都很特別設置了一個高雄館,令民眾可以在這裏清楚地看到高雄從以前到現在的轉變。 高雄越來越繁榮進步,透過這次的世運,介紹台灣最美麗的海洋都市,讓全世界知道行銷高雄,不僅有運動賽事、文化和音樂的交流,同樣是能夠令人印象深刻。 高雄越來越多。